哈囉 大家好 我是娜娜娜 歡迎來到你公傻第五集 那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愛上gay的五個小路理由 那為什麼今天會想聊這一集呢 是因為我上個禮拜 跟我的經紀人還有一個partner出了外景 然後我被他們搞得小路亂撞 想得要是他們喜歡女生就好了 你們身邊有沒有gay蜜呢 他們是不是常常都會把你搞得小路亂撞 然後覺得很可惜為什麼他們不喜歡女生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 他們到底是怎麼做到讓女生小路亂撞吧 第一個小理由呢 就是他們真的很貼心 比我媽媽還要貼心的貼心的貼心的貼貼貼心 OK 回到正題 那天我們出外景超熱 然後我忘記帶防曬了 這時我的經紀人就從包包掏出了防曬 接著呢 我好熱熱到厭世 他就從包包掏出了電風扇 後來我還是熱到受不了 他就掏出了涼感噴霧 再後來我覺得天哪全身都黏黏的都是汗 他竟然掏出了涼感濕紙巾幫我擦 真的是怎麼能讓人不心動呢 我跟你講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 如此貼心的直男 他們甚至連包包都不會帶出門 所以呢這點就是讓我心動不已啊 所以各位直男們請學起來 這才叫做真正的貼心 不要再跟我說你經常喝溫水就好啦 是我經紀人他就早就已經掏出一杯熱的紅豆湯給我喝了 二就是非常懂女生 那天我的partner呢 他我們就在外景嘛 漂漂亮亮的景也很美人也很美 他就自動自發的拿出他的手機幫我拍網美照 我完全沒有要求他 而且他拍不是隨便拍白 他是非常認真 還有各種構圖 然後跟我說擺什麼pose 我那個時候整個大嚇到 在甚至他拍網照的時候 他還選了幾張他覺得最漂亮的 還幫我修圖調色 欸這怎麼能讓人不愛呢 真的是小鹿亂撞 啊不對他喜歡男生 三就是他們都很懂得保養自己 打扮自己對時尚很有敏銳度 像是他們會健身啊 然後保養 跟你們說我當初要讓我男朋友保養 我可是勸了他七七四十九天 但是gay呢 他甚至可能還比我還會保養咧 然後有時候我不知道穿什麼衣服 我問我的直男朋友們 他們可能也說不出個所然 就這樣喔這件黑色的 嗯蠻帥的 但是呢gay他甚至還可以幫我找到適合我的衣服穿 這就是我要的 四 有沒有聊不完的話題 如果你們有gayme的話 你們就一定做過這件事 就是從早兩到晚吃完早餐繼續聊 因為呢他總是能理解你的感受 然後你們之間有非常多的共通點 當你在跟他抱怨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不但會符合你 他有一個建設性的意見 不會像有時候跟女生抱怨 他就喔對啊我跟你說喔我也是啊 就變成他在講他自己的事情 就很討厭 或是你跟直男抱怨的時候他就說 喔喔老闆怎麼會 那你去罵老闆啊 或是我覺得這件事情你也有錯 我有錯 Are you kidding me 我怎麼可能有錯 這不是我想要聽到的 所以到底要怎麼能不愛上gay呢 第五點呢 就是他們真的太有趣了 像我剛剛說 我們常常聊天可以聊一整晚 這整晚我肚子超痛 因為真的是笑到快要有腹肌了 然後我本人非常喜歡去gaybar 因為不但在gaybar你會感到很安心 就是你不會覺得你跟他講話 他就是等一下想要把你帶回家之類的 你們是可以真誠的做朋友 然後聊天過程也是非常的輕鬆愉悦 然後你們還可以跳舞啊什麼的 整個就是充電型社交各位 所以呢你跟gay相處的時候 不但可以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 建設性的意見 還可以有無數個有趣的時光 I love them so much 那今天講這些呢 我不是想要討伐直男 只是覺得可以他們身上 真的有非常多的優點 是值得學習 可以換位思考想一下 其實女生要的真的不是那種 所謂的PUA 所以直男們真的不用再去學什麼PUA 什麼大男人主義 如何情緒勒索女生 那真的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需要的就是 像剛剛前面提到的 貼心啊 了解你 會打敗 有共通話題 又有趣 你有這些特質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跟你相處非常的自在 很安心 也會想要跟你交往看看的念頭 不要總是以想要 打到人家的立場為出發點 去跟人家相處 這樣女生只會覺得 天啊你好目的心 要離你遠遠的 好的那這就是今天的立功 所以要謝謝你們的收看 然後Gaming們我愛你 所以這個是花絮嗎